樂器演奏 氣勢磅礡 拉開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序幕 團隊跟著精準節拍 變換隊形 展現絕佳默契 北一女操槍儀隊也來到現場 共襄盛舉 舉手投足 強而有力 全中運跆拳道表演 展現青春洋溢 一連串精彩表演後 全中運即將正式登場 參賽隊伍陸續進場 今年度全中運全國有超過 一點五萬名選手 要在二十二項競賽當中 爭奪超過三千面獎牌 成為體壇的未來之心 而這也是臺北市睽違十二年 再次以地主身分舉辦賽事 全中運代言人 也是奧運國手的黃曉雯 還特地到場為母校藍州國中 還有玉成高中助政 台灣史上第一面 拳擊獎台的選手黃曉雯 都是過去在全中運所孕育出來 這麼頂尖的國手 副總統賴清德也同臺出席盛事 除了替選手加油勉勵 更承諾上任後首要任務之一 就是升格體育署 我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提出體育政見 第一個我們要把體育署升格為 體育暨運動產業發展 有更 有更多的人力資源 來好好推動體育發展 113年度全中運聖火點燃 賽事如火如土展開 下期喜歡學家 我們將來的台報道